武光 师父不是告诉过你 进到佛堂里就要守规矩吗 你这样又跑又跳的 万一跌倒受伤了 怎么办呢 哎哟 师父 你又叫人家武光 我叫李大宝 大宝 大宝啦 哈哈哈哈 武光啊 你从来这里的那天起 师父就帮你起了这个戒名 你不喜欢武光这个戒名啊 因为我已经叫李大宝了啊 师父为什么要叫我武光啊 要不然你帮我取一个比较酷的名字嘛 师父 李大宝是您以前的名字 现在叫武光 师父起这个戒名 就是希望你能悟到光明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酷啊 我为什么不能用以前的名字呢 因为出家前 李大宝是你的俗名 那你现在出家闺一佛门了 那你现在出家闺一佛门了 当然就要用新名字 不能再叫你大宝了 哈 师父 那以后我只能叫武光吗 对呀 为什么闺一佛门就要叫新的名字呢 那师父 什么又是贱名呢 因为在归一佛门前 我们用的是世俗的名字 但是受三规戒而归入佛门之后呢 由受戒师所命的字就叫戒名 又称为法名 我们是要归一三宝 遵守五戒的 什么是三规戒 是归一觉者 就是佛 佛的教士也就是法 还有佛教的团体就是出家人 也就是僧人 所以佛 法 僧成为三宝 师父在告诉你 武戒就是不杀生 不偷窃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脚 所以又归一又受戒的人 教团就承认是正式的佛教徒 才会起贱名哦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师父才会说 这个名字很酷啊 原来是这样哦 哇 师父 我的贱名真的很酷耶 那我以后和小朋友玩 都要他们叫我无关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